它是继美国新诞生的第六大军种 它是继俄罗斯空天军之后 世界第二支以太空为军事领域的军种 它是星球大战计划的产物 它就是美国太空军 做视频不易 求观众老爷点个赞 小编贵些 2019年12月20号 美国太空军正式出力 作为美国独立军种 这一行为使得美国的五大军种成为了历史 扩充为六大军种 即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海岸警卫队和太空军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 谁能控制空间 谁就能控制世界 无限的太空 因为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各种能源 已然成为当今世界所关注的 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顶点 太空军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美苏军备竞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面对苏联的快速升级 美国在战略核武器上落入下风 在航天水平上却占着上风 因为担心苏联打破这一局面 美国提出了高边疆战略 即利用太空技术优势 建立空间武器系统 提供对付战略核武器攻击的 空间防御手段 以消除苏联日益增长的核威胁 也就是出于高边疆战略 美国设立了一个名为 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 战略防御计划项目 也就是被世人所熟知的 星球大战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的核心内容 是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 外太空的外太空洲际战略导弹 和航天器 以防止敌对国家 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 其技术手段包括 在外太空和地面部署 高能定向武器或常规打击武器 在敌方战略导弹来袭的各个阶段 进行多层次的拦截 其理论总拦截率高达99.999% 同时因为卫星在导航、通信、预警、监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星球大战计划还包括了反卫星计划 就是利用太空基地的监视系统 对敌国卫星进行监视 并在必要时指令天机或者陆基定向能武器 摧毁敌人卫星 也就是在星球大战计划正式启动的1985年 美国成立了航天司令部 便是太空军的出行 90年代初期 随着苏联的解体 美国宣布结束星球大战计划 但其高边疆的战略并未消失 还在此基础上被继承和发展了 2002年 美国整合了从1982年到2000年间成立的 海陆空三军太空司令部 和战略司令部合并 成立了新的战略司令部 同时美国组建了太空战实验室 太空战研究中心 出台了太空保护策略 先后成立了太空战实验部队和作战部队 以实验武器装备和太空作战 2006年 美国修改了太空计划 制定了一揽子 旨在建立绝对太空军事优势的战略目标 美国宇航局也表示 将在太空搜索中努力推出新的 以期在太空经济中 使美国一直处于第一名 获取最大利益 美国太空军的组建 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法案 原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更名为太空军 原太空司令部司令 空军上将约翰·雷蒙德 担任第一任太空军参谋长 并在2019年12月 正式成为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 空军下属的15个太空连队 一个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 3400名军官 2600名士兵 以及部分文职人员 共计16000人 成为了太空军人员 太空军主要由军事航天员 防天监视作战 航天测量跟踪管理 和航天发射四类部队组成 军事航天部队 是在航天飞机 宇宙飞船 或者空间站上 执行军事任务的作战部队 负责战役进行 以及监视来自地上 水下和空中发射的洲际导弹 跟踪外层空间的 敌方军用航天器 防天监视作战部队 担负着监视敌方的航天器 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 以及拦截敌方导弹 和军事航天器的任务 航天测量跟踪管理部队 负担轨道测量和控制 航天器控制 和内部工作参数测量等任务 航天发射部队 负担卫星和航天器发射的 检查测试总装对接 推进计加注 瞄准发射等任务 美国太空军的职责包括了 太空对地球行动的支持 例如卫星通信等 太空领域意识 比如民用、军事和商业等 从太空中支援 核子指挥、控制、通信 和核报探测 保持太空优势 从太空支援导弹预警 和导弹防御运作 进攻和防御太空指挥 从太空中支援 核子指挥、控制、通信和核报探测 太空服务支持 比如商业、民用和军事运营商的 太空靶场操作和太空运输等 卫星作战和太空部队的指挥与控制 简单点来说 太空军的职责就是 研究太空作战的军事理论 建立太空军事系统 组织太空部队司令部 发展太空军事专业人员 尽管太空军已经成为美军 第六大军种了 但是美国陆军及海军的 太空军事机构以及人员 还没有进入到太空军战斗序列 其中就有归属海军的一个 卫星作战中心 和归属陆军的一个太空旅 一个导弹防御旅 按照1986年的 格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部 重构法案 美军的指挥系统体系 是总统和国防部长 通过美军各联合作战司令部 直接指挥美军各作战部队 正如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虽然是两个独立军种 但是都隶属于国防部下的海军部 所以太空军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军种 但是在国防部的结构下 太空军也是隶属于美国空军部的 本质上看 这还是军种管建制 战区管作战的思想 在进行作战任务时 太空军和其他军种一样 都是由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 通过美军的九大联合作战司令部 来进行指挥的 美国太空军是美国空军部 所属的除美国空军外的 另一队等军种 其军种是由文官担任的 空军部长所监督 而太空军的军事负责人 是太空作战部长 由一名上将担任 并且向空军部长汇报 太空军的最高指挥机构 为太空作战部长办公室 旗下的作战机构 可以分为三部分 司令部 三角翼部队 以及中队 司令部由一位上将或者中将指挥 担任某一特定任务 或职能的领导工作 三角翼部队由上校指挥 负责某一特定功能 比如训练 作战或技术支援 中队由中校指挥 负责特定的战术任务 最高指挥机构 由上将担任的太空作战部长 太空作战副部长 及太空军总军长领导 往下还设有中将担任的 太空军总参谋长 而总参谋长领导和指挥的 还有下辖的三个专职的作战次长 2020年12月18号 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迈克彭斯 宣布太空军成员将会定名为守护者 用以取代以前太空军专家的称呼 并与美国空军的飞行员 与航空人员称为区分开来 目前为止 太空军的军衔还没有自身军种的特色 只是在空军军衔的基础上 融入了太空的元素 两者军衔样式基本一致 太空军招募士兵 也与空军相同分为三个级别 Airman E1-E4 士官 E5-E6 和高级士官E7-E9 太空军作战部长雷蒙德上将也表示 太空军希望在2021年底 规模能够扩大近三倍 可以认识到美国对地外空间的探索 表现了美国向外太空中发展的宏伟计划 而毫无疑问 美国太空军事战略的实施 也必将引起世界各国更多的连锁反应 而各国都在奋起直追 向太空投入更多的军事和科技力量 美国太空军势必会向太空进行更大的发展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